比较帅气的外观 回头率99% 这个安装平板就会非常夸 对于燃油车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是他勾引的我 开破电动车再也回不去了 我有换车的想法是在2020年的年初 当时的预算是20到30万的轿车 由于之前一直对新能源车比较关注 同时也自驾过一些新能源车 比亚迪的汉 然后小鹏P7 还有特斯拉Model 3 小鹏P7其实也是一辆好的车 但是有一个 我的一个需求点是无法满足 就是小鹏P7的一个后排空间 它是实在是太瞎巧的 那我也去看过一次Model 3 它的这个内饰也是太简陋了 而且做工也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后排空间也H车的随准 所以看过一次就给它投电了 碳EV的参数更加硬核 包括3.9秒的加速 包括32米的刹车和那个迷路是80公里 碳EV还是采用了安全性更高的银酸铁锂电池 碳的后排是比较宽大 同时后排的配置也是相当的硬核 包括通风加热 对于我这种家庭车来说 对后排乘客是非常友好的 所以当时就更加偏向于碳EV 我的这辆车的主要使用场景就是上下班 再加上接送孩子 偶尔周末的时候出去游玩一下浪一下 每天大概30到40公里吧 80千瓦的一个充电桩 基本上可以跑满功率 从30%到80% 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不到 日经气温大概10度以下吧 每天空调都在开着 那目前电号大概是18.9度到20度左右的一个区间吧 HanEV是我家里的第二辆车 前一辆是一辆那个燃油车 这个汉提过来 基本上我家里的这辆燃油车 就是属于收藏品了 这个提升是好几个档次的一个提升 特别是动力之快 踩下电门就有动力 电车这个加速感 就是非常爽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稳 开的高速的时候 就是转向啊什么很有信心 那另外一点这个NVH 车内就是安静的几个档次都不止啊 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比较帅气的外观 回头率99% 那整个车尾也是非常饱满 布列布的卡钱 32米的刹车等等 咱们的各项配置非常非常的丰富 内部的空间也是足够大 最最好评的就是这个汉EV的后排 宽大舒适 而且配置相当高 有通风有加热 对于我这个家庭用车 对后排的待遇是非常高 还有通控这个派的扩展性 是相当的强 定算一个很多平板吧 可全转到 这辆车我不满意的地方 第一个 别看如此宽大的车身 后备箱的大雪 这点我有些不满意 然后我这么一个车载冰箱一放 整个后备箱一半的空间 就已经占掉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没有这个电动尾门 这个地方是一个浅色的中控 所以在那个阳光充足的时候 反光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吐槽的就是说 这辆车的一个转弯半径比较大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吐槽的硬件 这个车机虽说是一个安卓平板 但是比较低你造了一个这么扩展性 这么强的一个平板 但是你的硬件配置还是没有跟上 同时打开几个APP的话 这个安装平板就会非常卡 开过最远的一次就是应该说从杭州到义乌吧 110公里满天出发到了目的地跑了126公里 电池嘛还剩75%的电 也就是25%的电跑了126公里 最高速我开到过120左右 那整个平均时速90公里左右 那针对这个计划呢 应该说也比较满意吧 我们下期待了126公里 请不吝点赞